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我們今天會和大家分享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Metro Town 生活圈的Town House Complex 和Low Rise Condo 我們現在這些是現樓 發展商就是Bidi Kerry曾經最早YouTube影片時 有分享過的項目叫Keen by Bidi 很多年前在這條影片也想笑 真的很好笑 那次YouTube也沒有 是在做Facebook的 我還很記得 那時候就太green了 所以當初開盤的時候市場很好 單位搶得很快 Kerry一個都買不到 時隔四年就看著它們建了出來 我們這幾年間也有幫朋友 也有幫客人買入了 之後轉樓項目 已經交了樓住進去 我們今天回來故地重遊 是做什麼呢 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 同一個發展商Bidi 都是這邊的帥仔 大的發展商 優質發展商 它在這條附近也有另一個項目 項目的範疇和今次有點不一樣 因為Keen大部分是Time House組成的 我們待會和大家看的新項目 叫Koen 同樣都是Bidi Location會更好一點 因為它會更近 Walking Distance 更近Wall-Oak的地鐵站 5分鐘 5分鐘 今天趕著說話 就冷凍了 穿得太小心了 5分鐘就可以走到Sky Train站 這裡是比較長的 然後同樣有Town House 也會有Low Rise的Condo 和大家分享 我們今天會同時和大家看兩件事 一個是新樓盤 2028年收樓 10%Deposit 帥仔發展商的Choices 大家可以在Metrotown的City Living 但又是在低密度地區 基本上是以獨立屋 Town House為主 很安靜的住宅區 也會和大家看一看 建了出來的延樓 又看看裡面 住這些新的Town House 在City附近是怎樣的 以及剛巧這兩個單位 是放租的 Rental的 所以大家有興趣租的話 都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今次和大家分享的 新項目Coin 它的Style 或者它的Setting 就會多些是類似這些 我們叫Stack Kind of Town House 下面是一個Garden Flat 然後有它的Entrance在另一邊 但是主要Town House那一塊 就會是上面的 門牌進去 然後中間那層就是客飯廳 即是第一層自己的 上面就是三間房 再上面有一個天台 我們現在就去 就樓柱那裡 看看這類Town House的價錢 同一個項目也有些Low Rise 我們剛剛說了 它這個樓盤的賣點 或者我們說特點 那就是適合一些 是需要方便的生活 即是可以很容易去到商場 很容易去到Sky Train 但是又不想說 住在好City 外面 周圍都是很繁忙的 馬路 車路 High Rise 反而是想去一些 比較低密度 附近都是Town House House為主的地區 然後呢 但是又不是完全圍世獨立的 一定要開車的 那家人裏面 就算自己不開車 家人不開車 你走路五分鐘的距離 這個就是整個 現在這個是Royal Oc 現在這個是Royal Oc 就是這邊了 這麼多樓的這個位置 其實這個站 就是Royal Oc的Sky Train 所以樓盤在這裏 坐Sky Train的話 基本上走路是五分鐘左右的距離 大家看到周邊的環境 其實全部都已經是建好了 有些扭寧的Town House Duplex的項目 主要是Town House為主 好了 我們大概了解了一個位置 它近Royal Oc的Sky Train站 我們就看看它實際上 建出來是怎樣的一個項目 跟我們剛才很快地和大家 Biddy另一個項目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們這次除了有Town House組合 都會有一個Low Rise的Condo 這個是木結構的矮樓 我們很多時候 大家可能會 之前會有很多的建築 都是High Rise Concrete Building 其實如果你說沿著Sky Train 沿線在Wood Frame的項目 其實相對是很少的 我們上次和大家分享的 其實就是這裏 中間已經沒有跟大家推薦的特別項目 主要原因就是 又要遷就地理位置方便 又要遷就發展商比較優質的 就很少了 這就是和大家可以介紹一下 你想住Condo 又可以是很方便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這座樓 我們剛剛簡單說一下 它整個Site 就好像這樣 不知道這是什麼形狀 很有趣 好像小鞋子一樣 這個透明的就是JOMO的component 現在新發展的項目 怎樣都會有 Sky Train的話 其實就是這個位置 這一條就是BS4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位置都刺了 其實如果去實地現場看 都是類似貨倉工業的東西 這個是另一個發展商的土地 將來都有機會 是建一些比較矮的建築 暫時沒有 所以我們的Focus 或者Carrie看過職後 比較推薦大家 如果是想買Condo的話 可能都會向南 一來陽光充足 二來尤其大家 如果選擇最高六樓和五樓 你會高於前面的Town House 以及高於對面馬路的房子 你會有個相對開陽 有光亮的景觀 而且你不會看到 校後面有機會起樓 亦不會聽到Sky Train聲那麼吵 因為它會向Sky Train Sky Train在後面 如果將來建這座樓 就更加小聲 那北邊那些 你可能會有一段時間的景觀 但你不知道後面這個土地何時起 就會有機會 Face Future的工地 亦會吵架 因為Sky Train就在這一邊 好了 我們回到南面 其實在南面 都已經有很帥氣的 一房兩房三房選擇 所以其實我建議大家 先去除了北邊 南面 我們從Withering Condo開始講起 之後會和大家看看 這三個Rack Townhouse 總共四個建築 停車場的入車位在這裡 這條是Kenneth Avenue 這裡就是入了車 所以我都會建議大家 儘量選擇這個內圓區域 你就不會太聽到 停車場入的聲音 好了 床形選擇來說 我們可能先從最小的一房單位開始講起 我覺得看完之後 最適合大家的一房單位 這個 特別有一個露台 有一個門 很容易認的 這一個一房單位 為何特別推薦呢 首先很方正的弧形 少少的走廊 門口進來就是衣櫃 然後washer dryer 接著已經是一個L形的廚房 這邊有很闊的飯廳和客廳位 客廳其實是一個很闊的 你看到它是有一個玻璃 半個 還有一個大玻璃門 中間還有實牆 所以你放到這些躺下梳化之外 和牆壁之間有距離 也是一幅很大的電視牆 除此之外 還有一個書房夾在中間 而這個書房也是有窗的 其實就是這樣 這道門就是出回客廳 隔壁就是書房的窗 然後再過去才是睡房 這個睡房 雖然這個一房不是master en suite 但是是對面馬路 對面已經有 那即是底 即是底 有對面馬路那麼遠 對面已經是3 piece 洗手間 這個一房可以放到 queen size 床 也有一個 walk-in closet L shape 窗都很大 有非常方正的職 如果你說想over 有些景觀的 可以選擇五樓這個 六樓暫時被人騙了 五樓這個 價錢賺七十萬多 除此之外 最近多了很多自住的朋友 不只是買一個來投資 現在越來越少投資客人 剛剛遇到一個朋友 很關心 我希望這個garden flag 可以讓我的小狗玩 其實這個單位 都會有garden flag 就是它的下面 大家可以看到 它下面這個單位 你會看到 比上面再貴幾萬元 因為它是一個超級大的花園 這個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 貴幾萬元 七十五萬 無論如何這個價錢 七十萬也好 七十五萬是因為 你賣了戶外花園 七十萬左右 你買的一房是 六百三十多尺 一房一釘的室內空間 相對起 我們買市中心的這些高高的建築 會便宜一點 尺寶會低一點 你住的空間就大一點 當然它是木樓 所以內在的建築標準就不用擔心了 BIDI是一個很好的發展商 當然隔音上 相對點都會比尼座部差一點 但亦都不會是 很多年前二十多年 三十多年前的木樓那麼誇張 因為現在發展商中間 亦會加上厚的水泥在中間 令每一層之間的隔音做得更好 講完一房後 我們就講講兩房單位 兩房單位主要推薦給大家的 都是中間這一套 它是叫做D3 Plan D3 Plan的優點是什麼呢 我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價錢 都是白發展商初步第一針拿出來的價錢 隨著大家看我這個影片的時間有變 有機會有些單位是沒有了 或者價錢有調整的 所以是參考only 不可以以此為準 我們來看看這一套 其實它有兩個單位可以選擇 在轉角位出來的這個圈圈的單位 又是很市正的兩房 門口進來是一個很大的L-shaped廚房 再送中度和示範單位一樣 中間有個飯廳位 一個很闊的客廳位 然後分開這邊整個是主人房 加上衣櫃 加上衣櫃 而且可以放到 king size 床 有窗 看回自己的露台 另外這一邊也很實用 經過兩邊衣櫃和洗衣機 可以去到第二層房 中間又有個釘 再去到第二層房 一個方正的職位 如果大家買五、六樓的價錢 都是九十萬以下 八十六、九十萬 其實基本上是八十五萬 你都可以買到五樓 我們有優惠可以減免給大家 如果你喜歡Garden Patio的話 下面也有些選擇 價錢就差不多 我剛才的 Patio 沒那麼貴 這一隻兩房又是向南 Open 光晚 也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單位的面積也差不多接近800呎 最後整個Complex 最帥的房間 通常都會留給三房 所以如果大家想買一個三房房間 就只有一個選擇 之後就會升級到townhouse 這裏三房間有個五樓還允許 六樓就賣了 它的積極非常帥 大家可以看到整個 因為它的E-Plan 已經佔了整個西蘭角落 突出來那裏已經是剛剛和大家介紹的那裏 這隻積全部都是窗 剛才這裏的光晚 這邊是最入的主人房 這邊是客廳 飯廳窗 這邊的飯廳窗 廚房再有窗 再有一個小房 再有一個中小房 還有一間房 所以整個積極是超級方正的 你門口進來 右手邊進去主人房 對面有一個大的walk-in closet 有一個洗手間 這裡有衣櫃 很多儲物空間 進來這邊是超級方正的客飯廳 大的廚房 廚房有窗 飯廳 客廳 這邊進去還有一個小書房 兩間房間 接著很近的洗手間 這間房間的價錢是差不多110萬左右 而室內是1077呎 如果大家想買town house的話 就有這裏差不多十多間的選擇 價位其實很相似 裡面的Inside Unit 1470多呎 大概137萬左右起 Corner Unit有幾間大一點的 1500呎 鬆一點 就是140萬頭 這些town house的選擇 其實就會是這個盤最大的賣點 我們的low rise condo 都相對容易去找一個replica 推薦給大家 或者大家可能會比較 我condo 還是我low rise condo 還是過來買一些物雜 但是town house的話 在Burnaby 市中心 基本上是沒有第二個選擇 可以給大家 要是這麼帥的發展商 而且它是行路可以去到sky train 搭一個站去到metrotown 又是新樓 因為大家看到附近大部分的town house 都已經是十幾二十幾年樓以上了 這裡的town house 全部都會是stack的 非常典型的metrotown 是新樓式的town house 那怎樣去stack 大家看到兩邊有patio 就是怎樣形成呢 所有對著街的下面這個 都會是garden flat 所以門口進來就是對街的 然後下面最下一層garden flat 就會是單獨自己一棋 然後上面這兩層 加上天台就會是你的town house unit 你的entry就會在內街進去 大家回來停車 在underground parking之後 會有幾部升降機 譬如說這裡是其中一部 另外這邊也有的 有三部的電梯 你可以選擇近你的電梯上來 經過中庭走到自己單位裡面 這樣會有些private的 好像一個town house的項目的話 它的職位是怎樣的呢 讓大家看看 我們選了一個corner unit的職位給大家看看 基本上就是長條型的職位為主 門口進來之後 entry 走兩級樓梯 就會有客飯廳 兩邊開窗 上到去就是三間房 不需要再上一層才去第四間房 跟我們稍後和大家看看職位不同 但是in-door living 這個的話 它的master bedroom就會大一點 有多些closet 還有它可以做到double sink 另外兩間房就share這個洗手間 然後走多一層 每一個town house unit都有上面的天台位 自己的privacy space 它這隻garden flat 相對來說的職位都是長條型為主 不過它的優點就是它有很大的patio 大家看到這些garden flat 它的patio是特別大的 所以喜歡大patio的朋友 可以考慮這個職位 下面基本上都是一房的garden flat 我們先看看這個full size的廚房 一房就沒有island 但兩房很多都跟這個職位很相似 你會看到有一個l shape 型的廚房 你喜歡深色還是淺色 這個是比較深色的color scheme 還有一隻淺色的 基本上發展商的用料是不錯的 你看到所有東西裡面都會有燈條 打開一些廚櫃的話 裡面都會有很多space可以放東西 整個台面加上這塊back splash 都會是相似的顏色系列 它們的電器品牌是用什麼呢 會是一個比較少feature的牌子 它是P&C Portland Charles 其實是加拿大本土的電器品牌子 但其實它的製造都是在歐洲製造員運過來的 除此之外木料上也做得挺漂亮的 好像它的廚房 基本上都會包含了一個disclay shelving 除了是open shelving之外 裡面還有一些深思做了一些木紋設計 很漂亮的 它的爐頭是induction的 之前跟大家分享過電磁爐 跟我們之前見過很多電路的不同之處 就比較安全 因為它只要是一離開鍋 它立即冷卻得快一點 就不會很容易燙傷 或者有些膠的東西放上去之後 就溶掉了 味道要刮 下面這個就是焗爐 這邊都做了很多櫃 shelving 這邊是雪櫃 中度的話 主要有些放東西的地方 微波爐 還有這裡有open shelving 讓大家放東西 我不看微波爐 對呀 微波爐是kitchen A 這裡 微波爐是kitchen A 你不開雪櫃看看 好呀 開雪櫃看看 也挺大 中間也有一層 多做一層 讓大家調校不同溫度的一層 不開洗碗機 什麼都不開的 今次 什麼 開洗碗機 開完了 人們經常說我開得多 好 我們看看洗手間 有些主人房的設計是床放在床上後 經過兩個closet 等一下 這是另一層 這個給大家看看洗衣機 乾衣機 就是LG的大 杯大型的模特兒 這邊有closet space 然後進去就是洗手間 洗手間很簡潔 這個深色的話 其實也是以前色的tiles為主 這個櫃子是深色的 這些都會包上塑膠的盒子 給你放一些會濕的東西 桌面也有closet的 有鏡面 我們不如和大家實地去訪問 同一個發展商 Bidi 在差不多的地位 已經蓋好了現樓 讓大家有些信心 會不會現在很害怕爛尾 會不會蓋不成 我們去看看發展商已經蓋了出來的產品 比較一下 但職位是不同的 純粹是參觀 剛好那兩個單位是放租的 所以有朋友想租的話 也可以考慮這一類的單位 好 現在完了 好 我們又回到現場了 等我們來八卦一下 同一個發展商Bidi 在類似的地位 已經蓋好了 剛剛交樓的townhouse項目 我們這次看到 這個townhouse項目 其實跟我們剛剛推薦 跟給大家的Coin 有些類似的外觀設計 都是由一些tiles 好像鋪磚 亦都配合一些 那不是tiles 是那些叫做什麼 brick 是那些磚 那些brick 然後會配合一些honey board 亦都會有些很北歐的 架木式 咖啡式的組合 然後就是玻璃 很像modern living style 不是很傳統很Canadian 那些小屋子的townhouse 然後在構造上 這隻是絕板暫時 因為它這一類的townhouse 是在現在我們新的項目 Coin裡面是沒有的 因為它整個 Vertical的空間都是自己的 由門口進來 客飯廳 然後上去就是兩個房間 然後再上去 大家看到凸出來的露台位 就是主人房連露台 再上去有個自己的天台 那就幾層 這隻職就差不多 如果是說市場價格的話 都接近850萬 甚至是再以上 因為比較大的15700 它的優點就是整個Vertical空間是自己的 就沒有一個stack unit在下面 不過也有一點點缺點 就是剛剛在裡面開燈的時候 就因為它的主人房 和另外兩間房間 再欠了一層 所以大家在裡面 就可以做很多運動 就可以上上下下走很多路 好了 那我們進來看看 這個單位其實剛剛交了樓 現在正在放租 租金是4200元 好 進來門口位 其實也很開揚 因為這裡已經有4架玻璃 上面還有一個玻璃 裡面會有很多光環 有一個衣櫃的位置 這個位置 假設大家可以在房餐桌 然後這裡有一個客廳位 或者你反過來也沒關係 這個單位 當初業主升級了 是有冷氣的 所以你看到 有一部冷氣機在這裡 它的廚房風格 就有些類似 剛剛的顏色是不同 電氣不同 所以這個純粹是八卦參考 就跟我們賣的Coin的項目 就沒有直接的關聯 除了同一個發展商之外 大家可以看到 發展商造工都不錯 其實由這個項目 就是已經建造的產品 已經可以看到 廚櫃都很厚實 然後它整個有一個 插著的木的 好像是面材 令整個東西更加風格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 可以打開櫃放的 雪櫃都是雙門的 這些通常 長一點的設計 就會更加實用 然後有一個L-shaped countertop 中間也有一個中度 這個就是大致上廚房的位置 下面樓梯下去 這隻跡可以去到自己的 雙車位在外面 這邊樓梯上去 就開始是兩個客房 這個單位 就會是樓下的主層是地板 中間的樓梯位 就會是地毯的 然後上到這一層 開始登山走樓梯 然後上面再上去才是主人房 這邊有一個洗手間 是Double Sync的 你看這些東西 全部都做得很美 很細緻 這個是毛巾的 門很厚 然後兩個房間 眼鏡房 這樣 是不是 那些門 其實它的造工 BD是很好的 剛剛Kerry不是說 我們有幫客人 雖然我們 在它第一次開放的時候 那次太綠色了 但後來也有客人 一直對這個項目有興趣 其實我們是有幫別人 Simon的認識 有買入 我很記得當初那個單位 入伙的時候 我們去做walkthrough 就覺得 它在樓梯位上來的地台 是不平的 其實是一個很 minor的地台位 是不平的 但是我們經過 跟這個發展商的交涉 結果它是幫你重新做過的位 是蓋了地板 地毯再做過的 這一點令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很少發展商 尤其是這麼大型的發展商 通常你說買個獨立屋 可能就有機會 但是一個condo 或者是townhouse 這些大型發展商 很少會說這個位置有一點不平 是幫你蓋了它 再鋪的 當時我記得發展商的construction team 幾個外國人 都在研究 想什麼辦法 可以幫你解決 最後都順利解決 我那位買家是非常開心的 所以這件事 我對BD的發展商 印象是很深刻的 好了 繼續說這些雙門衣櫃 我們可以上去看看主人房 你不看看衣櫃嗎 好啊 看看衣櫃 好 衣櫃 衣櫃裡面有椅子 很闊 你以為可以走進去 主人房放在最上 剛剛說了缺點 大家可能走多了路 但也有優點 就變成了 你作為一家之主 就會有更多 privacy 因為小孩在下面 怎樣吵也不會吵你 就是最高那層 也擁有最 private 的空間 這個絕對可以放到 king size 床 然後很大的洗手間 然後也有個自己私家的 balcony 你放一張椅子 看出去就很舒適了 我們Town House 因為是高於前面 加上Bernaby 是一個斜道斜下去的 所以雖然我們不可以說 這個景色多漂亮 但其實都不差了 樹景為主 很遠都可以看到我們家 Delta那座建築 那座建築 那座建築 對 然後有些隔著的山景 水景 起碼叫做開陽舒適 就不是說 在我們有時候買 high rise condo 扭望的感覺 好 它這個地台也做得很好 是鋪了木的 不是隨便一個 那些普通的 drywall板 好了 這樣吧 好了 我們又看完主人房的洗手間 都很 premium 是一個很大 accessible 5P洗手間 兩邊Sink 然後也有大的鏡櫃 裡面也還有木的木紋 之後呢 這裡呢 就有一個Bath Tub 而且是有窗的 可以開窗 可以呼吸 可以呼吸 可以看到一些樹景 這個位置很漂亮 不能屋子看到樹 然後呢 還有一個Shower 裡面有一個很長的洞位 可以放東西 還有上面的 可以拔下來的Handhouse Shower 座廁在後面 所以呢 這個就是主人房 有地暖的 對 對 洗手間有地暖的 還有這個就是主人房 座落在最高的優點和缺點 它的closet也很大 這個為什麼不放上去呢 它在服務中 對 這邊就是全部的rack 那些櫃桶 全部都做好了 還有一層的 這個上去呢 哇 我記得我當初有介紹的這個跡 好似的 是很多年前 那條片的時候 哈哈 然後上面就有個自己的天台 這裡也有個位置 你可以擺定一些拖鞋 那些東西 不算很大 但都大過很多balkony 上來的景就更加開陽 那就不再是卡拉著的景 又遠方東南那邊的山景 很舒適 好 冷氣機有散熱器擺到 單位和單位之間 有個這樣的實場 還有都有一些木的隔欄 大一點 對 大一點也小一點 回到主樓 如果你要去車房 不是車房 它叫parking 那你就再下來 這個space都還沒跟大家分享 紅色的 等一下 這個燈呢 這個燈怎樣 沒有燈的 有啊 怎麼沒有燈呢 你看到上面也沒有燈 對了 OK 這裡還有個很大的充電 磨擦球 你自己做健身 我什麼空間 現在因為兩邊都是 電源做好Rough In 但還沒裝燈 所以比較暗 裝完燈就很光亮 然後有電掣 有暖氣 有通風系統 所以你真的要睡多一群人 在那裡都沒問題 所以這個是Basement 是這個是Basement 所以有通風系統 有暖氣 有個space 所以你做電影房 對電影房是完美的 睡覺著一樓 是啊 電影房那些很大的螢幕 設置在這裡 設置在那裡 然後就可以看電影 有朋友來不來要來住的話 都叫做可以睡幾晚 但是就沒有Full bath 純粹是一個Half bath 沒得洗澡 洗澡都是要上去上面 然後呢 這裡呢 就 有個 這邊呢 門呢 有個防火 不是 這邊的門出來 有個保存 其實因為你應該是開車回來的 所以開車回來 這邊都可以放一些大衣 這裡鋪了磚 這裡就是室外防火門 對 這裡的門打開了 外面就有兩個車位 所以你開車回來 有充電 是有充電的 有一個EV charge 這裡 是的 那 Cowen的項目都有 那這次我們八卦 剛才我們看了Vertical的空間 但差不多五層的空間 我們看看Stack的那些是怎樣 因為Cowen的項目大部分都是Stack 有一個Garden Flat在下面 然後呢 主力就是上面的Townhouse Living Town Home Living 上幾級樓梯是兩層的 主樓梯是客飯廳廚房 第二樓梯會有兩間房間 再加上主人房 不用走那麼多樓梯 再上去就會有一個大一點的Rooftop 比剛才說的再大一點的 整條的空間 那Garden Flat又是怎樣的 這隻椅子我看過了 Cowen裡面是沒有的 但既然我們有鎖匙 就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Garden Flat也是當初很熱賣的盤 因為它是下面 你看到整體都是屬於這個單位 它差不多一個闊度 有兩間Townhouse的闊度 這一類的單位 其實當初我記得有客人 想找我買這些 或者是Cowen的賣點 都是這些 下面可能就是子女住 或者是老人家 看看你是滑深了還是ground 上面可能是一個大家庭 例如兩個子女也要生孫子 這樣住 所以你不怕上下都會吵你自己 好 那我們現在就進去看看 這個是剛剛說的 整個都是自己的 所以這邊是主人號房 然後呢 這裡呢 你有一些圓藝有一個很大的空間 有狗狗就很棒了 你可以在這裡再做一個矮矮的 因為狗狗就不會走上去 或者小朋友就不會爬上去 好 然後呢 這裡 由門口位一直到這個Pateo Door 這麼闊落的 都是客飯廳的空間 都是打橫來起的 中間推出來又是可以放到BBQ 桌子那些空間 再旁邊呢 這個就是Second Backroom的空間 所以整個下面打橫是自己的 那我們進去看看 那外面呢 那些電子和水 那些東西 那門口進來一樣 它就已經馬上有個衣櫃 先擋一擋 不是一進門口馬上看到 然後呢 然後呢 這邊進來 樓底都高的 所以你進來不會畫得很壓迫 窗都大 所以都是光猛的 那也是大的 L-shaped廚房 然後呢 你可以在這邊做飯廳 也可以在這裡 也可以在這裡 也可以放梳化 它上面也做好了 Rough-in的電製位 你可以在兩個位置都可以放到吊燈 那這個就是廚房客人 聽到的空間 其實都很闊 這隻其實不錯的 然後呢 兩邊房就分到很開了 這邊就剛剛說主人套房 然後呢 它呢 Washer Dryer的衣櫃就在這裡 對 裡面都有燈 然後呢 這裡進來 就有個很大的窗 而且呢 因為呢 主人房的這個位置 就避開了剛剛那個要下來樓梯位 所以你會覺得再光慢一點 這個位進來的陽光會更充足一點 那擺到King size床 然後呢 有個walk-in closet 跟著呢 就有個挺帥仔的洗手間 那它又是double sink的 然後有個大的shower tub 不是top 而是shower 然後呢 又有地暖的 很暖的 正 很舒適 好 然後呢 這一邊呢 是主人套房 那我們可以看看 旁邊那邊 就是那2nd bedroom 那2nd bedroom的話呢 就會稍微小一點 沒有放到King size床 床頭位置呢 可能就是這樣放回 都會有些光進來的 然後呢 這裡 過來 它還有一個椅子 你可以再放storage 其實是一個兩房間加椅子的單位 然後呢 這個就是洗手間 除此之外呢 這裡還有一道門 在Linens closet可以放的 所以呢 不用走樓梯 全層空間 大的patio space 就是外面有個ground space 可能是適合另一類的living style 這樣一個單位 大概租金就3千2元左右 那好吧 有興趣的朋友 不管你對Coen 還是對King 這個項目有興趣 買租的呢 都可以聯絡Carrie的 多謝大家 那關於Coen的資料 我們其實都放在網上 就是carriequette.com slash coen 希望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看網站的內容 和聯絡Carrie 拜拜 好 好 好 天車 對 天車living 不 不是 cityliving 天車living 對不起 好 我不想天車living 好